公读圣马仪谷福音 这妇人是希腊人 属于敘利亚的斐利基族 他恳求耶稣驱除他女儿身上的魔鬼 耶稣对他说 应该先让孩子们吃饱 那孩子的饼鸣威及小狗是不好的 但妇人回答他说 是的 主啊 但却子下的小狗 也吃孩子们的碎饼 耶稣对他说 就凭这句话 你回去吧 魔鬼已从你的女儿身上出去了 他便回去他的家 见孩子躺在床上 魔鬼已经出去了 上主的话 詞彻说